第十一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 平农县第二场公办证件发表会 即日起至1月12日 于关升级平南有线电视 第三公用频道播出 播出时间为上午9点30分到12点 下午2点30分到5点 还有晚间7点到9点30分 三个时段 选委会鼓励民众踊跃 收看作为投票时参考 到1月12号也会将公办证件会 有播出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请各位民众多多留心 公办证件 1月13日周六即将迎来 四年一次的总统和立委选举 平线选委会提醒民众投票 记得带三宝 身份证印章和投票通知单 遵守投票秩序及相关规定 以免丧失个人权益及处罚 也要提醒大家在这段期间 要注意我们选办法的相关规定 不要触犯选办法 也鼓励大家在1月13号 要踊跃投票 不要放弃自己神圣的一票 当天请携带投票通知单 身份证 还有印章到指定的场所去投票 那么投票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请大家要好好把握 平线选委会也提醒民众 投票时请勿使用印章或指印圈选 以免形成无效票 勿携带手机或摄影器材进入投票所 禁止故意撕毁选票或是将选票吸出投票所 以免选票变成无效票或丧失投票权益 甚至因而触罚 记者张如云有见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